由雙北市共同主辦的 2025世界壯年運動會 即將在明年的5月來登場了 為了向國內未來宣傳這樣的運動賽會 台北市體育局特別號召美國在台協會 以及荷蘭在台辦事處 共同來組隊參加 2024台北國際龍舟錦標賽表演賽的項目 也歡迎年滿30歲的民眾來報名 一起參與這項國際盛事 正當2024台北國際龍舟錦標賽 進行的如火如荼時 基隆河岸這回出現三支很特別的隊伍 原來是為了向國際宣傳2025視狀運動會 主辦方台北市體育局 邀請美國在台協會 以及荷蘭在台辦事處 分別組成隊伍 一起參與龍舟表演競技 大家一起湊成這樣一個表演的隊伍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的荷蘭辦事處 還有美國在台協會的國外的朋友 一起交流 也透過跟他們交流 讓他們能夠接近到我們 也幫我們有機會去行銷 世界壯年運動會 明年5月 雙北市即將舉辦 國際體育盛會2025視狀運 北市府在推廣全民運動的同時 不忘提醒民眾一起報名參加 只要在6月17號前報名 還可想報名費7折的早鳥優惠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這個校會一筆金會 一個人有三個種類可以七個項目 那時間呢 從今年2月份一直報名到6月17號 在這段時間我們的報名會 國內外都一樣打7折 那6月到9月17號我們打8折 報名一直到明年的2月17號 涵蓋35項競賽項目的 2025世界壯年運動會即將在明年5月舉行 體育局歡迎年滿30歲的民眾 都能以選手的身份參加比賽 也歡迎國內外喜愛體育的好手組隊報名 把握這次站上國際級運動舞台的機會 記者劉德瑜採訪報導 2022是台北水舞嘉年華 從6月份起每個週六日 就是在彩虹橋河畔來演出 龍飛 雲翔和雄讚台北兩首曲目 另外加馬演出的星光週末夜 本週是邀請到彈唱歌手 在陳美右岸河濱公園帶來精彩的表演 由於适逢端午連假吸引到許多的人潮 湧入到河濱公園內來觀賞演出 共度熱鬧愉悅的夏日時光 頓午連假的傍晚時刻 許多民眾來到陳美河濱公園運動休息的同時 不忘呼同飲伴 選好最佳觀賞位置排排座 準備欣賞2024台北水舞嘉年華的精彩演出 而從晚間7點開始的水舞秀 不只吸引台灣民眾觀賞 就連外籍人士也前來朝鮮 可見水舞的誘人魅力 今天怎麼會來到這個彩虹橋這邊 沒有 因為過去那個馬祖廟 就是有跟人家也要順便看了一下 然後住在這邊附近 水舞 對 對 對 以前有沒有看過 以前沒有 親人 親人 親人跟我們講 是住附近嗎 對 附近而已 就是剛好聽到這活動 所以來這邊繞繞 在網路上面 對啊 網路上面 那你之前有看過這個活動嗎 就是這個表演嗎 就是前面 就是 緊接著以拼影戲呈現 華龍舟樣貌的龍飛雲翔水舞登場 在燈光與音樂交織變換下 讓觀眾驚嘆連連 也讓端午佳節的過節氣氛 駭到最高點 5分鐘的水舞演出 5分鐘的水舞演出 讓觀眾看得直呼過癮 而加碼演出的星光週末夜 這次邀請到彈唱歌手吳建智 為大家深情演唱 也讓彩虹橋上 以及河岸兩邊湧入大批人潮 大家迎著夏日晚風 聆聽悠揚樂曲 共度熱鬧愉悅的夜晚 記者劉德瑜採訪報導 農業部漁業署長長年生根食育教育 提供民眾正確的食育理念 今年特別和台北市立動物園來合作 舉辦仙旅奇緣 仙境傳說 親子食育嘉年華的活動 希望讓民眾更加認識國產 於為漁業經濟來盡一份心力 農業部漁業署署長張智慎 台北市立動物園長陳一聰 以及吉祥物小魚貓 歐亞水踏等進行啟動儀式 宣布2024仙旅奇緣 仙境傳說 親子食育嘉年華正式啟動 今年剛好也是我們台北 動物園的110歲生日 那所以我們今年跟漁業署 合作這個海洋教育永續的活動 跟我們希望今年傳達的 保育教育 還有永續環境的宗旨不謀而合 漁業署長期輔導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長年生根食育教育 宣揚民眾正確的食育理念 今年特別與動物園合作 結合海洋資源永續議題 鼓勵民眾參與並且保護海洋環境 那這一次我們會選在動物園辦 這主要是我們覺得說 會讓這個活動更活潑更多元化 而且剛好動物園其實也有很多動物 他也是吃魚的 那這個地方也是適合我們 親子教育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一次非常感謝 台北市立動物園這邊的大力幫忙 江天華現場除了有劇團演出 食魚議題相關音樂劇 還有包括拓映魚 釣魚遊戲 從魚喵中認識魚種 拼貼魚類等攤位遊戲 希望鼓勵全民多多食用國產魚類 為漁業經濟盡一份心力 江天華傳報導 台北市迪化街中藥南北或遠近馳名 為了活絡地方的產業 吸引到年輕人的目光 在地店家是串聯舉辦了 本場配對的活動 把炒藥食材做成 異國調酒和各式的美味料理 另外還有VR的妝要體驗 希望豐富民眾們的感官饗宴 西班牙番紅花加上雪莉酒 香味淡雅 口感溫順 還有枸杞菊花茶加入藍姆酒 充滿濃濃古巴風情 調酒師選用迪化街中央行食材 做成異國風味調酒 顛覆民眾味蕾 來到迪化街有這些歷史建物 有這些古老的街區 然後在這邊辦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可以讓世界看到迪化街 看到大稻埕我們有在努力 我們有很好的資源在這裡 串聯大稻埕中藥南北貨 迪化街舉辦本草派對 不只一國特調 還有越南蛋餅和台式涼麵 也吃得到中藥食材 另外還規劃手作沐浴鹽 和香料奶茶包體驗 也可以戴上VR眼鏡感受抓藥樂趣 這裡不是只有空間 也不只有它的一個產品設計之外 更重要的要協助店家來說故事 那也跟大家報告 迪化街這裡的店家 是我們台北市目前店家在造中藥 177家密度最高的 也是我們的典範 6月22號和23號兩天 在永樂廣場舉辦本草派對 結合在地店家和餐飲品牌 呈現不同國家特色 希望吸引遊客前來體驗 感受不一樣的草藥文化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道 端午節連假到處都有舉辦慶祝的活動 像是台北市北投區 請獎禮就舉辦了傳統包裝的比賽 邀請到伯伯媽媽們來報名參加 吸引到將近500位的李明來參與 大伙共度一個開心的端午假節 將粽葉捲成漏斗形狀 先把炒熱的糯米放進來 接著放香菇 三層肉 花生等配料 將粽葉完整包覆起來後 再用棉繩綁緊就大功告成 經典的北部粽包法 這對身經百戰的婆婆媽媽們來說是小case 但對從來沒體驗過的人可就手忙腳亂了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包粽子這個部分 還好現場我們的婆婆媽媽有特別的教導我怎麼弄 但是我還是手忙腳亂了 包完粽子之後才知道平常在家裡吃粽子 就覺得好像是理所當然 才知道說媽媽平常在包粽子的辛苦 北投青江里慶端揚活動 舉辦傳統包粽比賽 有的人動作熟練 一下子就包了好幾顆 但裁判會根據時間快慢 大小平均 外型美觀 材料控制進行評比 最後在交叉評分選出冠軍 光是球快可是拿不到好分數 端午節這個活動在我們辦下來之後 我們覺得對於社區的凝聚來講 幫助很大 很多組都是同一個巷弄裡面 大家一起召集 鄰居左臉右舍大家一起來包 對於來講促進社區的和諧團結 是非常有幫助的活動 除了包粽比賽 現場還有造型相包DIY 民眾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圖案 縫好四邊塞進棉花 大小朋友熱情參與 感受濃濃的過節氣氛 記者游詳聽台北參與到 台北市文山區最近有許多的戶外監視器 是被人惡意來噴漆喔 警察局文山分局新龍派出所就貨報 全面來調閱監視器加以比對 並分析追蹤嫌犯的路線軌跡 發現48歲的高姓男子是設有重嫌的 在案發後短短五個小時之內 就將人來逮捕以受法辦 民災大樓旁樹重邊 以及商家外頭的監視器鏡頭 仔細一看全都被噴上黑媽媽的噴漆 甚至連停在一旁的轎車也慘遭遲餘之殃 耐心歹徒繼續破壞公務 民眾跟轄區的文山第二分局新龍派出所報案 警方到場調查 發現總共有7支監視器 慘遭噴漆毀損 毀氣損壞他人之物 或之令不堪用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皆屬於違法行為 民眾應保持理性切勿以身釋法 警方運用同心園調閱 以及暴風路徑追蹤模式 追蹤歹徒從案發地點逃逸的方向與路線 劃同心園掌握同心園內所有的錄影監視系統 短短5小時內 就在便利商店前逮捕一臉驚惡的48歲高姓嫌犯 嫌犯落往後共稱 是因為心情不好才會破壞監視器 警方則是懷疑高姓男子常常在文山區刑切 疑似不滿監視器拍到自己行蹤 才會噴漆泄憤 警方偵訊後 將嫌犯依刑法第354條損毀罪移送法犯 另外也聯繫廠商修復被損毀的7支監視器 順利恢復功能 繼續守護民眾的安全 記者顧參詠 台北財貿貿貿寶島 所謂釣魚簡訊也就是說 它會去聯繫一個詐配的一個網站 比如講像說 你的通行費 你的停車費 你的汽車燃料費已經預期了 那你就是點入它的這個網站 點入的網站裡面 你又輸入你的這一些的資料 或者你的信用卡 它騙個資吧 騙個資 騙你個資進去 那你做這樣的一個詐騙的一個行為 投資型詐騙 你是否曾經在社群網站上 看過一些關於輕鬆賺大錢的廣告 事實上 這類型的詐騙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為賣點 吸引被害人上當 並以不真實的小額獲利 逐漸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誘被害人開始大量投資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資之後 隨即捐款而逃 千萬別上當啊 輕鬆致富多陷阱 腳踏實地最實在 七個月了 阿嬤看到我現在的樣子 應該會掉眼淚吧 一開始碰獨的時候 世界變得好迷幻 我忘掉很多傷心的事情 學校 工作 爸爸 媽媽 孤單的感覺也忘了 可是一碰就停不下來了 我在偷東西 買藥 逃跑 迷幻里繞圈 找不到屬於我的世界 媽媽說過 就算一個人也要堅強 不要被欺負 那時候世界還有光 好想回去 生活中的小拼命 無處不在 山奪 卡位 假動作 好啦 不然去視狀運挑一場 今代爆料 端午廉假淡水河岸的游客是来来往往 不过就在9号的上午 突然有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籍的男子 是开着快艇从对岸的福州 强行来闯入到淡水的渡船头 不仅民众是很惊慌 也在驶入淡水河的过程当中 跟码头航线的业者船只来碰撞 海巡署岸巡队就接获之后 立刻派遣安检人员来抵达现场 依法来上号逮捕 经过警察的询问之后 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入出国及移民法来移送法办 端午廉假淡水河岸游客 人来人往 不过就在9号上午 突然有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籍男子 开着快艇从对岸福州 强行闯入到淡水渡船头 不仅民众惊慌 更在写入淡水河过程中 与码头航线的业者船只擦撞 而海巡署岸巡货报后 立即派遣安检人员抵达 依法上号逮捕 也在讯后依照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出入国及移民法移送法办 海巡署北部分署 于淡水外六海里 发现可疑目标 及全程监控掌握 令第三巡防区 亦接获民众118通报 立即派遣于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当场逮捕一名陆籍人士 并扣留一艘陆籍小船 9日本署人员完成笔录制作 并移送地检署 由检察官裁定收容 全案刻由地检署 及本署积籍侦办中 海巡指出当时 于淡水外海六海里 发现锁定一艘可疑船舶 随即通报 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 淡水第二渔港及巴里安检所 加强监控应处 而该船舶进入淡水河后 与淡水渡船 码头的交通船发生擦撞 而业者立即拨打海巡118报案 对此在地立委红孟凯则指出 对于男子的行为是相当离谱 但国门被对岸船只长驱指路 相关单位必须做出检讨与把关 第一在这件事情上面 无论这个陆籍男子 宣称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但相关单位一定要彻底清查 厘清到底了解背后的动机 以及是否有受他人指使 因为这样子脱续行为实在过于离谱 相关的国安安全 以及相关的海岸维护 我想海巡以及相关的单位 都应该有必要再次做事检讨 以及了解 当中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漏洞 以及有破网的一个状况 据了解这一名60岁的暖性男子 自称被中国限制出境 才来投奔自由 投靠中华民国 而面对远景的逮捕 征讯都相当配合 而海巡署在他驾驶的快艇上面 并没有发现违禁品 而且这一名男子身份曝光后 发现是曾经担任过海军 还坐过舰艇艇长 因此海巡在移送地检署复训后 目前海巡将人移交移民署 台北市专情收农队收农 而淡水河被对岸长驱直路 也显示出国门有相当大的漏洞 记者许多英淡水采访报道 双西区平林里往梅竹西路 三陵道路三凋里正光路 因为五月的豪大雨影响 造成沟体损换和路面的裂缝 加上这里人车都不少 因此地方也积极来寻求改善 市议员林一齐就协助争取千万的经费 要来改善这边的道路 让用路人的安全更加有保障 双西区平林里往梅竹西路 三陵道路三凋里的正光路 因为五月豪大雨影响 造成沟体损坏及路面裂缝 加上这里人车都不少 因此地方也积极寻求改善 市议员林一齐协助争取千万经费 要来改善这些道路 让用路人安全更有保障 平林里的梅竹西路 然后以及我们三凋里的正光路 那因为长期来道路失修 那尤其之前的好大雨 也造成路面的损坏非常的严重 那感谢养工处的协助 我们也希望将整个梅竹西路 还有正光路的道路 能够进行修缮 那另外因为两旁边的那个水沟 那与路面的落差非常的大 那这次的工程 我们也将进行了整个 侧沟的那个水沟加盖 然后也能够增加路幅的宽度 也能够提供给用路人更安全的道路 上西区公所表示 这两条路段都是游客和自行车族 来往平凡的道路 但因为年久失修 豪大雨带来的大量浸流 由路面裂缝灌入 加大路面裂缝 及路面外侧下陷的程度 如果下陷持续发生 恐危急用路人及住户居民安全 结合我们里长跟议员 那像我们市政府的那个我们养工处 来争取 那把那个水沟盖 给它加盖起来 那让路面更宽广 让民众在运动或骑车的时候 或者是车子交汇的时候 能够更安全 越里奇表示 平邻里往梅竹溪路 三菱道路测沟改善长度 约一公里 道路边坡塌陷补墙长度 三雕里正光路 道路测沟改善长度 约300公尺 而这次改善经费 共近1500万 目前也向市府养工处 争取改善经费 让用路人安全更有保障 谢成威双西采访报道 县子区胡青市民活动中心 在去年底开始来动工了 经过大半年的时间 目前的进度已经是达到了八成 针对接下来内部装潢 和周边的环境绿美化 新北市议员白佩如 也邀请了相关单位 到场会刊 讨论后续的规划 汐止伯爵街大公鸡公园路口处 就是胡青市民活动中心的基地 争取十几年 终于在去年底开始动工 时间过了大半年 再来到同一个地方 从外观看 一层楼的建物已经接近完工 目前屋顶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覆盖 室内的门窗也完成玻璃安装 整体工程进度达到八成 这个活动中心应该是期待从 我小时候就期待到长大的一个活动中心 然后现在 今天知道进度是已经到80%了 那很希望它可以赶快启用 然后我们里的里民 就会有更多的公共空间可以使用 然后可以在这边做更多的活动 今天主要是来看一下我们胡青旅活动中心的这个施工进度 那目前它已经完成了将近八成 物质内外大概已经有隔间也都出来了 那今天就主要讨论有关于市庄的部分 还有这个周边因为环境的整理 今天绿美化景观处也有来 然后希望说能够强化这边的绿色植栽 针对接下来的规划 新北市议员白佩鲁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接下来就要申请执照以及内容的部分 另外因为基地就在大公积公园 针对周边环境绿美化 除了讨论植栽 里长也希望能够融入公园 在看周遭的包含绿带要怎么样用 然后要种什么样的植物 然后旁边的一些设施可以怎么规划 那希望是这个活动中心是可以跟这个整个公园有互动的 那希望它可以纳入整体规划 所以就请警官处协助我们出一张图 警官处这边会建议说能够加强周边的植栽 那这个天花板的部分 还有这个冷气的试装 也希望说精卫都能够如期的到位 然后也希望说厂商可以在7月能够如期的完工 让今年的年底周边的民众都可以来使用这么好的空间 室内空间分为两大部分 其中规划为里民活动中心 以及一大一小多工人室 目前室内隔间都已经做好 建物师做工程预计7月完工 快的话年底湖新市民活动中心就能够启用 让这一带伯爵社区 其8000人有更舒适安全的室内聚会休闲场所 这场惠林细子采访报道 三支国中力推国际教育期许学生们透过交流接轨国际 日前三支国中带领20位的学生前往日本长崎南山中学来参访 从相见欢到入班共学到了放学之后还一起交流社团活动 而校长虽然没有随行前往 不过也在台湾录制了一段影片 感谢日本长崎南山中学的接待 也期许学生们在日本可以得到不同的学习体验 三支国中力推国际教育期许学生们透过交流来接轨国际 日前三支国中带领了20位的学生前往日本长崎南山中学参访 从相见欢到入班共学到了放学还一起交流社团活动 而校长虽然没有随行前往 不过也在台湾录制了一段影片 感谢日本长崎南山中学的接待 也期许学生们在日本能够得到不同的学习 很开心我们三支国中能够到日本跟贵校进行交流参访活动 那国际教育是我们三支国中在即将来临的后续这段时间所激励推动的 那我相信这一次的交流会是我们三支国中与贵校南山中学 的一个交流的开端 那我很期待我们的孩子到达贵校也能够跟贵校有更深的面对面的一些接触 到访日本长崎南山中学三支国中学生们在相见欢中合唱演出 入班与长崎南山中学的学生互动 双方的学生体验课程内容是欢笑声不断 而课程结束之后三支国中的学生也将自己准备的伴手礼送给授课的老师 为双方都留下了纪念与回忆 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到日本长崎南山中学校进行参访 那这次主要是有我们学校的校友会以及教授户这边有一点的补助 那再加上我们有一个老师有在跟日本长崎南山中学校的老师进行交流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一次的实体交流 那我们到那边这次是20个同学一同前往到日本长崎南山中学校 那到那边主要是有一个相见欢的活动 那另外也有到他们的班级里面入班跟他们有一些的互动 那最后到4点到6点之间我们还去看了他们的社团活动 那在那里他们有足球社 橄榄球社 甚至有棒球队 柔道 剑道 这些甚至有射箭有非常多样化的社团 而且他们是每天花两个半钟头在那里练习 那我们学生在这里就收获非常的多 那也在那里跟很多的学伴建立了友谊的关系 充实的交流活动 学生们对于长崎南山中学的课后社团印象特别深刻 在上学后社团学生们会花费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专注在社团练习 因此观察到日本学生们不论是打球射箭或是剑道技巧 都非常的熟练与精确 是短时间练习所不能及 为此三只国中的学生们也学习到 日本学生对于运动或是兴趣的坚持与努力 这条平函三只采访报道 金山高中毕业典礼的会场竟然变成了超级经典的电玩游戏 超级马力欧的游戏空间 从毕业生进场的步道到舞台 全都充满了超级马力欧游戏中的各种巧思 除了进场的布置全都是出自于学生的之首 毕业歌曲也是毕业生自己来创作的 除了是要为自己献上像马力欧兄弟一般 光光难过光光过的祝福之外 更是要带着马力欧兄弟跳得高跳得远的技能 继续往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勇敢来迈进 上周五有许多的学校办理了毕业典礼 金山高中的高中部与国中部也在这一天举办毕业典礼 特别的是今年毕业典礼的场地布置全都是由学生自己来 还有毕业歌曲绿色海洋 更是国中部学生们的集体作词作曲创作 由毕业生们合唱唱出家乡的特色 也唱出对毕业生们的祝福 校长希望我们在场同学毕业之后 能够成为一个有勇气接受挑战的人 因为未来的每一天或许没办法每天都能够顺心如意 但只要我们有勇气接受挑战 并且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就像我们现场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Super Mario Super Mario他的精神就是不断的闯关 找到学习的动力 不断的一直往上升级 以超经典的电玩游戏超级马六兄弟的场景 为场地布置的主题 一走进会场仿佛是走入真实的游戏空间 就连主持人都扮成了马六兄弟 还有学弟妹送给毕业生学长姐的祝福 就是能像超级马六兄弟一样 关关难过关关过 跳得高跳得远学业更进步 弟妹跟你们道声 真众再见 毕业后不忘回来关关校园看看师长 祝你们未来的人生能像超级马六兄弟一样 关关难过关关过 也祝你们跳得高跳得远 学业更进步 身体更健康 未来更灿烂 在这里 校长要送上温暖的祝福 谢谢我们在场所有的每一个人 那么祝福我们的毕业同学 展翅高飞 同城万里 金山高中永远会以你们为荣 毕业生即将迈入人生的下个阶段 金山高中的师长们也期许透过这场以超级马力欧为主题的毕业典礼 能够送给毕业生勇于接受各种挑战 不断闯关 不断地向上升级的期许 而在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历程 就带着师长们的勉励与祝福 勇往直前展翅高飞 这条片和金山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区双城国小附设幼儿园 特别安排大班的毕业学童进行角力课程的体验活动 教练设计简单的基础动作 并加入了趣味游戏的元素 像是大象走路 蜘蛛爬 以及翻滚等 除了启发小朋友们的肢体潜能 也透过游戏过程当中让孩子们更加喜欢双城国小的社团特色 听着教练的指令 小朋友在电子上跑跳 这是双城国小附设幼儿园 在大班学生毕业前特别安排的角力课程体验活动 双城国小角力对教练借由基础的肢体动作 并且加入趣味游戏元素 像是大象走路 蜘蛛爬行等等 让小朋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尝试各种动作 给这些孩子就是从爬行滚翻这一类开发 开发他们身体的一些运动来做一个引导 然后希望能让他们身体发展的能够更好 幼儿园主任林颖慧表示 双城国小是教育部推广角力的重点学校 有优秀的角力师资 所以先前就曾经让特殊生来进行相关课程的学习 加强小朋友的感同能力 这次让大班的小朋友来体验 除了希望能够启发孩子的肢体潜能 也可以提前了解和接触角力运动 现在的孩子比较缺乏动 就是他们动的都不够 所以比较容易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是容易分析 然后有一些过动的状况 但是其实孩子他们在透过每天不断的练习 然后还有大肌肉的活动 其实是会让他们的学习更稳定 在一些基础动作之后 丁兆毅教练还引领孩子们进阶到前滚翻和后滚翻 有的小朋友一次就能完成 有的则是经过不断的练习终于可以顺利翻滚 丁兆毅教练表示 这些动作其实都跟角力运动息息相关 同时对于孩子的肌肉发展都很有帮助 角力也是一个电伤运动 那滚翻也是在电子上做 那我们角力选手的基础 就是跟电子的接触最密切 那能适应电子上的所有的动作 那对我们未来发展角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快乐的在角力电上跑跳 挑战成功翻滚之后也更加有信心 双城国小表示 透过这次的角力课程体验 除了让幼儿园小朋友可以认识学校的特色社团和课程之外 也能够对于自己的肢体运用更加有自信 进而喜欢上运动爱上运动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攻入失贝秀 READY GO 一旦违规没有失贝秀 只有警察秀 集成多点注意安全与你相遇 竞争刺激的过马路大赛正式开始 选手们能安全抵达重点吗 出现了 马路上出现违规大魔王 为停让行人 警察开单举发 车辆没有停让行人 会罚钱 这人重伤或死亡应付刑事责任 加重骑行二分之一 还会吊烧驾照哦 过马路不能滑手机哦 行进入口要停让 你有安全有保障 站住 别跑 别跑 可恶 看来 是我出手的时候 系机车不为停 现家不占用 机车不请原行道 安全的真相只有一个 把原行道还给行人 拒绝收礼收钱 防止虚拟货币 电子支付等方式收贿 绝不让境外资金 及假消息干扰选举 让我们一起打造 干净公平的好选风 反馈当时驚 干净好选风 检举会选专线 零八零零零零二四 零九九 播通后按四 山是自然的一部分 也是人生活的延伸 新北市政府再度推出了全新的 微笑三线大众走路线 包括了15个民间店家的地方 服务据点站为代表 将共同推动山林和城镇的旅游文化 提供民众咨询 微笑三线的资源 希望让游客们 透过山林步道的穿越 深刻感受到不同城镇的历史 产业文化的独特故事 山市自然的一部分 也是人生活的延伸 因此新北市政府再度推出 全新微笑三线大众走路线 希望为大山林的旅游圈 提供更多的旅游方式 好让国内外旅客 可以更轻松地感受到 新北市山林和城市间的美好距离 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经文老师写的 左近城市里的家山 家里的山 我们当隔壁就是山 我们要隔壁的隔壁 所以这是一个对新北市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 让大家了解城市以外在山林之间 很可贵的地方 那这一次我们把五道三系 作为108公里的规划路线当中 穿越以久的区域 从我们的市民 鹰庚 鲁山 山巷 那慢慢走到新北 甚至到深坑 到实定 到原型 所以其实这个山西最走下来的过程当中 你慢慢可以体验 海拔200到600 进山之内 这位数学画家王杰也是走进城市里的 加山形象影片代言人 他用画笔记录所看见的加山样貌 要带民众了解维校三线的生活美学 此外包括十五个民间店家的地方服务据点站的代表 将共同推动山林和城镇的旅游文化 提供民众咨询维校三线的职员 我接维校三线已经是第二年了 这个就是我家的后山是天上山系 那我也是希望说如果有到天上山系来爬山走毒 那也欢迎到我们土城弹药库 我们这边有文化有历史 那希望大家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如果大家来爬完泡指纹步道 来深坑玩吃完豆腐 可以来我们这边喝咖啡 我们环境不错 是一个一文复合式空间 欢迎大家来 官吕局表示 维校三线大众种旅游路线为总长108公里的加山旅游路径 并由大洞三系段二格三系段省山群所组成 沿着树林深刻一路道平行等九个路线 串联不同的三系线段 希望让游客透过山林步道的穿越 可以深刻感受到不同城镇的历史产业文化的独特故事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导 农历5月初六是清水祖师得道日 一找淡水的清水盐祖师庙就相当热闹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就前晚淡水清水盐 参与一年一度的淡水大拜拜 清水祖师绕境参拜 祈求新北市合尽平安 随后在喧天的锣鼓声中 刘和然和淡水的里长们 地方士绅一同恭请棚来老祖今生起驾 为绕境揭开序幕 今天是农历5月初六 清水祖师得道日 一找淡水清水盐祖师庙就相当热闹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前往清水盐 参与一年一度的淡水大拜拜 清水祖师绕境参拜 祈求新北市合尽平安 而随后在喧天的锣鼓声当中 副市长刘和然与淡水里长 还有地方士绅一起共同恭请 蓬莱老祖今生起驾 为绕境揭开序幕 158年所以这158年来 对淡水地区 我们所有的苦民 我们的民众的保佑 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这段时间 适合到今天是我们淡水道拜拜 所以绕境祈福 我们所有淡水的苦民 跟我们新北市民健康平安 市长也很投赏 因为我们清水盐 不然是不比我们的苦民以外 还做了很多的善事 副市长刘和然表示 清水盐是淡水重要的信仰中心 而清水祖师不仅是护佑淡水 居民安居乐业 这些年更保佑淡水快速发展 包括了淡江大桥 淡北道路等重大建设都如火路途进行 而端午节5月初五 5月初六所进行的淡水大拜拜 是新北市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 有感于清水祖师的灵验 每年规模都越来越盛大 吸引许多人前来参拜 看热闹 淡水行为人 我们来导致的经理统 感谢我们准备的 代表这些地方 先行来的 安安水岸贵命 来这里来参加 我们来导致 一年 从老外卖来的淡水老建 的民党 所以在这代表岐阜 代表岐队有 就是我们清水源 所有的管理委员 监察委员 尤其是我们的主委 第二 这次来台拜拜 所以祈福我们国泰民安 我们所有的市民 身体健康 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 牧师长也感谢清水岩祖师庙的秉持清水祖师 就是记名的精神 疫情期间是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 也常年投入地方的慈善工艺 而每一年都提供淡水各级学校的奖助学金 响应市府政策 捐助物资给食物银行 而今天这一年一度的绕境活动相当盛大 淡水风接大拜拜 天气也都非常晴朗 透过传统节庆的宗教活动 许多宣舍也都共襄盛举 让这个重要的文化资产可以保留的传承下去 记得许多宣宴淡水采访报道 苗栗县共天宫所敬奉的主神白沙屯妈祖 专程北上来到新北市议长 奖跟黄新庄区的服务处停假休息 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许多姓众和里长们都把握机会前往膜拜 共同为地方来祈福和静平安 五龙五师还有八家神将热闹的助阵 苗栗通宵镇白沙屯拱天宫 敬奉的主神天上圣母妈周伯 专程北上来到新北市议长蒋跟黄 为在新庄区中港路段上的这间服务处停假休息 并恭信众参拜祈福 停留在那个议长的服务处这边 大家都来这边拜拜 祈求全家平安 然后大家少小身体健康 然后也是保佑国泰民安 天上圣母停假在议长服务处 因为只驻留四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不仅是许多姓众们把握机会前往膜拜 像是站在地线为基层服务的里长大人 也来到现场 祈愿神明保佑大家都平安 很高兴啊白沙屯妈祖跟三边妈祖 我们来议长家 让我们这些周围的储宾 我们这些乡亲 来比喻比喻这些乡亲 大家可以平安快乐 大家需要发电 感谢白沙屯妈祖 和我们参逼妈祖 在这里来住假 可以保佑我们老婆众帝主 大家身体健康 满足留意 休息 在途中 马祖神教决定短暂的休息就称为停假 根据宗教人士指出 能够让妈祖伯选择停留的拥留 或者是明代服务处等相关人士都认为 这绝对是神明给的机缘 更是天上降下的好福气 让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尤其在地更希望白沙屯妈祖行进的时候 能够庇佑和尽平安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 由新北市议员黄桂兰 所号召成立的 卢州分局志工中队暖心站 每逢佳节就会举办 爱心物资的发放活动 今年的端午佳节暖心站 同样也结合了各界的爱心 发送漏津和各类的生活物资 帮助卢州落实边缘户来开心过节 黄桂兰点赞不赞 为了关怀弱势边缘户 新北市卢州分局志工中队 在中队长思源黄桂兰领导下 成立卵心站 定期举办爱心物资发放 及疫检等服务 今年端午节 卵心站持续结合各界爱心 在盐平派出所 举行物资发送关怀活动 希望关怀户都能开心过端午 准备了我们的十门的那个宜家肉粽 非常好吃的 然后还有很多的柴米油盐醋 等物资 还有那个梁涩汉的便当 来给我们的关怀户 在端午佳节前 我们借着这个场地 借着这个时间来发放 希望我们的关怀户 我们的民众都能够过一个 有意义然后又健康又平安的端午佳节 在歌节的爱心捐赠下 这次发送活动的物资相当丰富 除了端午节应景的肉粽外 还有各类生活物资 包括衣服 鞋子 和日用品 让前来领取的民众各个满载而归 私比受更有福 所以我们只要能力做得到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把我们的爱传出去 非常感谢地方的热心慷慨的人士 帮忙很多的物资 高山农场地基金 帮我们送那个肉粽 传说太阳能有限公司 杨德水帮我们赞助6万块的现金 再来我要非常最后 感谢我们的志工 黄桂兰希望通过阮心站的关怀活动 能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吸引更多志工团体 加入行善行列 共同关怀弱势边缘户 让社会更温暖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端午节不少家庭都会包粽子来应景 双西妇女会更是举办了爱心众的活动 7号这天双西妇女会的婆婆妈妈们 就联手包了将近300个的粽子 分别送给双西区内的弱势家庭和独居长辈们 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提前度过佳节 关天下有线电视也响应这个活动 也在今天赞助活动经费 共享胜聚 双西区妇女会的婆婆妈妈们 这两天都在忙着包粽子 这些粽子包完后 要来分送给双西区内的弱势家庭和独居长辈 双西妇女会举行公益活动 获得在地企业 关天下有线电视公司的支持 今天关天下有线电视公司就赞助活动经费 并一起和婆婆妈妈们一起学包粽子 包括双西区区长林瑶杰也到场共享胜举 在我们关天下有线电视的赞助之下 我们来举行这个113年 那个端午爱心粽的活动 那我们有妇女会的这些大姐 我们的妈妈来亲手包这些肉粽子 那送给我们分享我们这边里内区内的长者 跟他们一起共度端午佳节 那我代表公司这次来参加这个妇女包粽子活动 那代表公司的一点点心意 把这些妇女包的这些粽子 可以分送给乡亲来的老年人吃 妇女会理事长表示 这些成员们大多拥有几十年包粽子的好手艺 所以各个都是驾勤就熟 感谢今天双西区区长 及关天下有线电视公司一同来共享盛举 让弱势家庭和独居长辈 提前度过一个难忘的短午节 今天是我们的关天下来赞助我们妇女会 长组伯承的那种 那种我们一年一百以五日坐 真感谢关天下 房长和陈真理 还是区长给我们关心 我们妇女会 偏乡的妇女会 来做个外交帮帮帮她 谢谢 今天双西妇女会的善行义举 让弱势户感受到社会上的关怀与温暖 更有在地企业关天下 有线电视公司的共享盛举 让今天的爱心纵活动圆满顺利 介纯威双西采访报导 戏子区大同理这几年不断将脏乱利率 美化种了许多的香草植物 并且连续第六年要在端午节前采送爱草 香茅龙树叶 再绑成一树做成辟邪香草 免费送给里民们挂在门边 预计要送出七百树 走进水源路一段32号 原本的废墟房屋 现在成了香草植物富裕基地 最大宗的就是爱草跟香茅 平时有林长 志工帮忙拔草 浇水还有施肥 就是为了端午节到了 要派上用场做成辟邪香草 大同理这几年来都会将 里内各处香草植物区里的爱草 还有香茅赶在端午节前采收之后 绑成树做成辟邪香草 送给里民 今年是我们大同理 连续第六年来 送端午佳节的辟邪的一个香草 给我们的里民 那我们在大同理的里界里面呢 找一些空地来种植 这个我左边的这个是属于香茅 右边这个是属于爱草 那我们将香茅跟爱草种植成长之后呢 我们制作了一束的辟邪的一个香草 那本来它是像废墟一样 找草重生垃圾成堆 那经过我们志工很努力的把它清理之后 种了很多爱草还有香茅 最主要就是说在端午节的时候 可以免费的提供给里民 这也是回馈给我们里民 一边是香茅 另一边只是种了爱草 另外在道智慧西的右岸以及左岸 一样也都有爱草区 平时都有志工维护 才能长得又高又茂盛 而今年端午节里长在6月8号 星期六一大早就号召志工一起采收 大家出力加工将爱草香茅 加上榕树叶绑成串 免费送给里民很受欢迎 送给里民的时候 第一年的时候差不多两三百 现在已经六七百七八百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多余的空地 来多种植香茅跟爱草 是星期六我们请我们所有的志工们 一大早的时候就会来采收这些香茅跟爱草 以及榕树叶 然后在经过清洗之后 我们绑成一树一树的香草 然后由各管委会或者是各自的里民 都可以来我们大同理理办公处的资源回收站里面来领取 辟邪香草草首欢迎也因为索取永月 每年送出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所以里长也持续在找更多的地方种香草植物 今年也预计会送出七百树的辟邪香草 让里民欢度端午夹节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 希望的最后一期来关心各地 有什么活动讯息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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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